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说就是央视最近这个315晚会打了苹果 我是央视是打了苹果是变大气客的问题 所以我是想讲讲这个问题 而且你知道先出的这个事挺有意思 你们这开微博的我都没太听懂 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何润东事件 他呢就是他在节目里边有一段 就是讲苹果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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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说当场就有人发微博上去了 就是看了假定啊 就我们刚播了节目 嘉辉就发了微博上 他就马上就现场就播出来几段 就有人有郑渊杰啊什么什么什么 我大概好 但我没看到伯和任东的 那么就是有一些人上去 但是其中有一个就说微博后面呢 有一段大约8点20分发 那人家根据这一条呢人家就估计呢这个微博是就是说不是人家自愿在那时候急信发的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给你安排好大概在什么时候你发这个来给我们造势 简单的说句话打假之中的手法有假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而且还牵械了 我说清楚了没有 对 说清楚但是你说清楚了我觉得这个事未经调查还不能认为是真的 对因为因为而且卷入了其他的人嘛 包括好像还有其他的歌星 也是大概8点20分几乎一模一样的大概意思的微博 还有别的人也 对 然后也是骂苹果 然后呢 后来好玩在于和任东否认 这时候不是 他说我的微博账号是被盗了 所以他专门发了这个声明 对 而且很多人发微博骂苹果都是从他的苹果手机发出来 有完没完 你说什么店大欺客 我倒是联想到我没有很注意过往的事情 我会联想到会不会倒过来我们欺负一家大的店 有时候同样的东西刚刚徐老师说到什么骂人家 我们打假 骂人家做假的时候过程可能自己也做假 那可能往往这种事情我看到在其他电视频道有出现 可是没被骂 每次CCTV好像出了什么状况 有些很大的事我们觉得不太对劲 有些好像蛮芝麻绿豆的事 这被炒作再炒作再炒作 那我们反而是来欺负这个大店 看起来我有跳槽的欲望 对 杨氏可以考虑你 你是央视不用找你了 我最近也明里暗里帮杨氏说话 大家都有跳槽的心吗 马上无聊 这俩无聊 大家要对杨氏要求高是因为他牌子大 而且他不仅是一个电视台 像那个315晚会前面爆了一大串国家机构 就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检察院 他不是代表一个家电视台做的这个节目 他是代表整个国家的权威的质量检查的各种各样的机构 所以大家当然对他的要求就高了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 公权力 这个力量之牛 力量之大 315那天晚上 那家伙企业办公室通宵亮着灯 全体高管 什么电视节目能做的 全体高管组织收看 然后呢 这个危机公关 在几天之前 就要做预案 你就是说 要点我们名 第一个就是 据说最危险的是直接打击 就是说315晚会上 就像苹果 这个危机公关 怎么办 准备了N套道歉声明 你知道吗 然后呢 第二种应变方案是什么呢 没有直接打击我们 但打击了这个行业 比如说打了奶粉 当然他没有打奶粉 打了奶粉 那么 其他的奶粉的牌子 就说这个行业的危机可能就到来了 又怎么去应对 我说这个东西 这个力量之大呀 太厉害了 力量之大 比黄浦江的一万头十足的力量 还要打 谢老师 不要奶粉 不开提奶粉 对 不是 我还是讲苹果 咱们要欺负就欺负苹果 我说苹果这个店 哎 存在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我最近在想 就是说 它大到了一个程度 或者说它牛到了一个程度 哎 苹果手机 我老实讲 你就是315晚会 再说它十个不好 我现在还是在用 不仅用一个 我还用两个 坏了之后 我还用 它这个技术 或者说它这个品牌 它就达到了这么牛 哎 我过去在 我过去总以为啊 我们学政治学的时候 我们总以为就是说 靠着这个政治 有这个力量 就是说制定规则 你要怎么样 电大气客 对吧 没得选择 但是我今天发现呢 商业 也可以有这个力量 就是说要是达到某种东西 某种产品 只有它有 那你大家 哎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它能不能对你形成一个强制性的力量 呃 这两天你看都有在指控啊 华尔街日报 在指控微软 微软也是变大 但是他说他们微软在意大利啊 中国 他们用回扣的方法 就违法来签合同 嗯 那也是非常大的 对不对 当然人家也反过来 现在也有人举报华尔街日报 说他们有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苹果的这个 很多大的国际牌子哈 它之所以力量大 这的确是靠实力的 比方说呃 我这次打了甲里边讲那个江淮汽车 嗯 那个例子就非常实际嘛 那个那个铁把一直生锈 你看到最后就是你你自己来 我们给你换 你不来 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大的名牌的车子 他常常是发现一个问题 全球回收 对不对 他不管你这一个型号什么东西 全回收 苹果你不管他现在讲 他讲到的是中国大陆跟海外的这个维修政策有不同啊 对 好像歧视哈 也许是有一定道理 我们值得讨论啊 但他至少有这点牛啊 一年之内你出问题 我就给你换新的 你大部分的产品 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产品 你无论是电话了 你什么什么电视机了 或者车了 你有这样吗 过了几个月出毛病了 你最大的希望是他帮你修啊 他给你换一个新的 你明白吗 现在他的争论点 他这次的争论点就是说 在中国 他这个底盖不坏 就是机器给你新的 为什么底盖不坏 因为中国法律有一条 换了新了以后 你这个保修期就得顺言 就就得还得给你一年 他不想还得给你一年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一年你买的 你不用用11个月了 你出了问题了 我给你一个新的 但是我只保你再多一个月了 那么意思 他用了一个方法 因为他跟中国的法令 你看这个苹果他们很仔细的研究了中国的法令 他也不来挑战 他就找一个空档 他把那个底盖不换 底盖其实不贵的 这样呢 他说他没有全部换机 所以他不需要重新给你保一年 不你凭良心说 我们凭良心说一句 你大部分人用了 用了五个月六个月出了问题了 他给你一架新的 你说这个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还是要修 所以他就是有这个实力 他就是有这个实力 所以他才 现在 所以你看这次 国内的那些企业被点名了以后 马上写检讨啊 发表声明啊什么 苹果就一句回答 我们会进一步提高服务资料 对 没有他不怕你不来嘛 可是这话说回来 再怎么样啊 苹果 你买了 你说他怎么歧视你 欺负你 至少你在这里买到的苹果 跟你在欧洲 欧洲 在英国 在法国 在美国买到 是一模一样的 对 都是深圳做的 都是富士康做的 那至少是经过他们品管的中国货 不是没有品管的中国货 那我觉得相对于一些德国的汽车 什么什么本来在意大利做的名牌服装 好太多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以前新闻也报道过了嘛 他德国的汽车 某些用的材料 特别好的 只卖给欧洲市场 只卖给美国市场 只卖给日本市场 运到台湾 运到中国 运到香港的 运到大陆 香港的 这比较差的 次等 很多服装也是嘛 用料也好 它的design也好 都是次等的 他就卖给你嘛 而且卖更高的价钱 我说假如你说 什么叫歧视 discrimination 那这个才是真的 真的 就是所以你看 这引起我一个哲学思考 就是过去我们老认为 这个市场经济 最后是这个大道无亲 最后是最公平的 对吗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它会实现最公平 但是实际上在自由市场当中 又有没有一种道德 伦理道德的东西 你比方说 就好像我说这电大气客的问题 要是我手头握有一个全世界你们都要的产品 我还是一私家老板 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 我就瞧不顺你们亚洲人 就歧视你怎么着了 把二等品卖给你 一等品卖给欧洲 哥们喜欢欧洲 行不行呢 你还得要 那么 当然你又骂我的自由 对是不是 但是你还犯贱 你不用还不行 不行 文涛不能这样讲 因为自由市场有一个基础 叫做完整的知识 咱们先去那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复科炎症一反复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排盆盐进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复科炎症 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排盆盐进胶囊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会圆酒精 年份短江 古井共酒 我觉得网友说得对了 有网友这样楼言 说我发现每次徐老师 马老师有不同意 斗文涛的意见的时候 他的反应 我们先去广告 我们网友都好 观察力都好 群众的眼睛是血量 可是群众我必须告诉你 斗文涛也是公平的 回来总给我们机会说回来 我说那个自由市场 要有一个作为基础 就是绩讯流通 要完整 开放的 complete and open information 流通的 开放的 对 所以呢 他你才能说 我知道 我用什么价格 在什么地区 买到什么东西 我来选择 我按照我的收费能力 我的收费意愿来选择 这个才真的是自由市场 可是我们看到 很多大的店 他有他的能力 让这个information 让那个基讯不流通 我们根本不知道 不是有人去做报导调查 我们根本不知道 原来我们买的东西 在建立 那个品质是差的 他的缓是过时的 不知道 因为他透过 种种的控制媒体 或说影响媒体 或说用他的广告行销 他告诉你 我们把最好的东西 卖给你 所以呢 在这个不完全 流通的基讯情况下 谈不像什么自由市场 市场 还别说 他可能有方法 去影响当地的法律 保护他们 让他们 是啊 就是这种东西进来 而且不让其他 更好的东西进来 他不让他的竞争品牌进来 像苹果在美国 欧洲经常引起的打官司 就是这样 他注册了几千万个东西 这个不准人家用他 动不动就告你侵权 你根本没有能力 跟他打官司 你就不能跟他竞争了 你就怕了他 他不仅是七克 电大七克 他电大七他的对手 七其他的电 那我觉得很难 动不动就说 什么自由市场 你要不要 不要就拉倒 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不公平竞争 对你讲很好的 所以这个资讯 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315晚会很好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他不应该 一年只有一次 他应该天天有 他应该 专门有一个频道 或者至少有一个节目 固定的 每天都有 这种晚会呢 至少一个月一次 就这种大型的晚会 就是说真的 我觉得很好 他里面讲的几个东西 都是很有比方 比方Cookie 就是我们上网的记录 都被人拿去用 比方说他讲了那个 卖假 就不是说假药了 就是很简单 那种高药 然后找演员来办 那种什么 几代名医啊 什么的 他把他的制作过程 都拿出来 这个就很像 美国的那个 60分钟 他就是一个 深度的调查 他常常是对于一个 比较有争论的一个 一个商业 或者是文化上的 一个案件 就这么一路一路 追下去 我呢就是 所以我非常之 我觉得这个节目 非常好 我最近看了 他们央视高清的 一个世界名画 日本人做的 他们把日本人的 名字卡掉 我自己发了条微博 我说这是我央视 看到最好节目 我现在修正 我觉得315是最好的 类似的 但是 他带出几个问题 我一面看 你这里讲 但是之前 我插播一群 我说刚才 他才骂我们无耻 所以他就说 我们想跳槽 央视 现在自己来 不不不 但是 但是 你听我说 第一 手法带来问题 就是刚才 刚才我们讲 这个何仁东 那个8点20分 造势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带出 我们社会的 一个基本问题 能不能以恶抗恶 能不能用一个 不合法 或者是坏的手法 来揭发一个 坏的事情 比方最简单里面 他里面全是偷拍 那这个偷拍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用 在什么情况下 是侵犯人家私隐 侵犯人家商业秘密 什么情况下 你是替天行道 代表公权力 来批判人家假 万一你拍的东西 人家是没有假 那你这段东西 你没有得到人家同意 就把人家的图像 那些人都是 都被你全拍下来 这个偷拍 这个合法性在哪里 咱们不说这个了 我的意思啊 这个事让我很有联想 就是说 因为他们都在讲 打大老虎 打什么的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 有些私营企业 当他握有某种技术 或者有某种权势力的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 为所欲为 而且呢 在某种程度上 你知道吗 我的联想还很丰富 我甚至就联想起啊 这个所谓娱乐圈明星 大家经常讲啊 耍大牌这个现象 你知道这个问题啊 是在这个娱乐新闻里 扰攘已久 我觉得为什么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呢 从某些地方看 你能看出中国大陆人啊 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啊 不够发达 因为呢 如果你承认这是个商品 自由市场经济意识的话 很多时候你不会对明星生气的 比如说香港人 有时候他就不会生气 但是我就会看到 我们北京的同事 他都会生气 比方说这个明星要来做我们节目 他说我要做头等舱 或者他提出钱的要求 那凤凰威士从来不得 跟我们要钱抽你 是吧 好 我就跟他们讲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在我的这个看来啊 这个市场经济是没有生气的 你知道吗 没因为没有强买强卖 在我看来就是像我这个休养的人 我认为啊 没有天价这回事 只要在签订合约之前 好像我请马家辉来做节目 他就是过要一个亿 我没有什么可生气的嘛 那只是说对不起 我请不起你 好了吗 那跟他的人格有什么关系 他要做头等舱 他就是做航天飞机 我对不起 我请不起你 那怎么能说明他道德败坏呢 所以你自问自答 把你的问题都已经解答了嘛 所以我说这个矛盾 就反对 广告之后 枪枪三人枪 广告之后见 重塑架控 探求静秘 豪华 医师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禅 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薄色 将相典范 但是你看啊 就是这个事情里边翻回头来 为什么我刚才就问我说自由市场经济当中 有没有伦理道德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你看耍大牌 我刚才已经讲明白了理性的说对方可以提任何要求 你有不接受的自由吗 人没强迫你 你骂人家 你犯不着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你也的确会看到啊 如果一个明星啊 要这个要那个 大家就是会骂你 而且呢 要就要照我看你这么骂不理性 对吗 而且另一方面你看最近是张国荣的那个那个纪念嘛 黄柏明你看就会夸 这个我听很多导演讲很久 他说哥哥就是张国荣 说当年为我那个电影做宣传 说今天的这个明星一带带两个 那算是朴素的 这些带带七八个人 管机票管酒店 他说他说那个时候张国荣啊 我叫他来宣传 一个人就来了 跟着我一家一家地方跑啊 就去宣传 他这个为人啊 今天没有一个明星比得上张国荣 你看他又有这个道德 你看 包括赞颂的 他那个好呢 值得称赞 但是那些呢 也不能批评 大概是 就是就是说你你这个有商业道德啊 你讲良心啊 这是非常好 但是他为利是土啊 这也是人之常情 做生意嘛 你要知道 苹果 那个央视说他少掉一块啊 那个评论员 那个王小鸭说啊 他少掉一块就少掉一块良心啊 我觉得这个话就讲过了 其实呢 你得明白 苹果啊 来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他是为利是土的 所以呢 你呢 用他也是为了你的好处 你也不是为苹果服务 对不对 对对 所以大家就 这就就要讲法规来限制 所以你回答了 你其实自己后来讲的话 就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 就商业上 一个耍大牌的演员 主要是因为供求关系 你不能从 特别不能从人格上去 以此来判断他 他本来就不是来卖良心的 对 而且而且就行业特别可能竞争很大 也特别的脆弱 那今天他红 他带了八个助理来 你要他还得还是得给他付 对 不然的话他有一天不红了 他什么都不要 我还赔你两千块给我上节目 你也不要他 对不对 他既有选择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底线 什么情况下会觉得受不了呢 比方说讲药 那些演员啊 在那里讲药 说这个包子什么什么病 吃了以后会怎么怎么好 那人家就问 万一这个药吃了以后 对身体坏了 怎么样 他们就完全不管这些事情 然后他们就说 最最多就是退货 退钱就是了 但是你想这个 这个现在已经有法律规定 所以说这个明星 如果代言这个药品呢 如果是假广告 他要负责任的 对 最近这个事情 你那个深圳马上要盖 那个平安大楼 中国最高大楼 六百多米啊 现在停了 就是因为那个海沙 是是是是 其实现在 说是一年起 已经每天一万多顿的沙 已经灌进去了 说海沙 他会腐蚀 他会腐蚀建筑物 这个就不是 威力士图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 也不是为人民服务问题 这是触犯法律 你说现在怎么办 这个楼怎么办 我再想想 中国平安是这几年 中国发展的最好的企业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你要早买了股票 你就发了 现在深圳要盖 全世界最高的楼 中国第一 全世界第一 六百多米的楼 可是现在灌在下面呢 有可能是海沙 将来可以叫海沙大厦 没有这样 也幸好 他有本身叫法律 这个不存在为首欲为 为首欲为是有些企业 他觉得我赔得起 我没关系 我这样弄 你告我 我还是赔得起 所以他就乱来 你没告他了 你就吃回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 文明启示录